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一路引导警方层层拨开迷雾 最后让案情水落石出 民国95年10月14日 平静淳浦的屏东县 离港大桥堤旁边 发生一起害人提吻的命案 尸体大概都腐烂 头部都已经净 那尸体是干枯状 就是稍微硬硬的 对 就是硬丝化 木乃伊化的 我们把一切叫做木乃伊化的现象 看来这具尸体已经死亡很久了 而这具木乃伊尸体 还伴随着许多远景无法的解释起降 有枪材仙枯 冰箱都有蝴蝶 莫名其妙这样的蝴蝶 那时候我在想说 这个蝴蝶是不是一直在激励我 在提醒我 要赶快带着它回去 木乃伊尸体 可围绕在侦办远景周围 久久不散的蝴蝶 两者有什么关联 这会是带领警方破案的迹迹吗 李肯大桥堤旁边 那一天沙石车一如往常 来来去去 一旁几乎不会有人去的树林 传出脚步声 有一个人就是去那边 他本身要去是去工作 要炒山药 走着走着 空气中突然飘来一股 很不寻常的味道 突然间闻到 有一些死狗死猫的味道 寻那个味道走过去 但是没有 就是发现到 就一个女士在那边 爬起来 爬两三小时 嚇壞了的农民回过城后 赶紧打电话报警 警方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他是呈现一个趴着的状态 因为排水沟是一个U字形 他是趴着头是朝上 尸体脚是朝下这样子的方向 呈现一种很风干 风干焦荷色的那种状态 赤裸裸的那只有一只手表 演成这具干干扁扁 全身赤裸的女性尸体 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管件 他是谁 就在原警想要进一步搜索 更多线索时 突然大雨滂沱 这一场雨更激励警方 要尽快查出女者身份 左臀部一个蝴蝶刺青 一个图腾 就看得见他刺了一只蝴蝶 这样子 就是左臀上面一点点 就是如果你穿那种 比较短的牛仔裤 就会看一半 长6公分 宽5公分的蝴蝶刺青 难不成是老天爷的刻意安排 他不是全部海骨化 其实不是全部腐败之后 到组织 肉体组织都没有了 他是只保留了一部分 那为什么会 那个位置 刚好又是刺青的位置 说实在 我会把一把一说 他也很难去解释 他就只能说 这是一种的巧合 一具女干尸 他左臀上的蝴蝶刺青 让警方一度有信心 能查出他的身份 只可惜这个案子 并没有这么顺利 我们查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完全都没有接到相关任何的 有关这个密案的一些线索 从文生馆到特种营业的场所 一年多以来 警方能查的资料通通查过了 依旧没有任何进展 尸体只能以无名师的身份 埋在林办公墓 只是没有死者身份 案子卡住了 但园警依旧不敢松懈 因为不管去到哪 案件的画面如影随形 我们在侦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就经常经常 连我在办公室 也都会有蝴蝶飘到 飞到我办公室来 就一直一直这样 都总有蝴蝶 会背到我办公室 还是背到我附近周围 这样周旋 蝴蝶没来由的 围绕在侦办园警身边 这像是一股力量 催促着警方 要加快正办脚步 因为这女孩子 她的臀部有一只蝴蝶 时时刻刻的 去到哪里 奇怪 这里是有蝴蝶 那我办公室里面 二十几张桌椅 偏偏别的地方它都不停 就是要停在我办公桌上面 就是要停在我办公桌的椅子上面 我办公桌的电脑桌上面 别的地方它都不停 连我办公室的同事看到的 都会觉得很奇怪 你的蝴蝶姑娘又来找你 你赶快去办你的案子吧 没有身份的无名女师 只有左臀部上方的蝴蝶刺青 可以辨识 但却没人帮她找到回家的路 直到那天早上 一通远在三百多公里外 新北市淡水分局的报案电话 让这起木乃伊甘绪案有了新的奇迹 她就说她有一位表姐叫小美 那是也是越南籍在台籍的新娘 那从入境之后95年9月入境之后 那就失去音讯 她平常的她报案内容是说 描述说她平常的生活环境背景都在屏东 那跟我们这个时间发生的时间地点 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死者不就是95年10月被民众发现的吗 快问问小美身上有没有特殊的刺青图案 确定这个失踪者也有刺青 但是对刺青的描述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只是说有刺青这个部分是相说的 确定小美身上也有刺青 失踪时间又和尸体发现时间吻合 很多的相似之处 让园景仿佛看到破耳朱网 确定最正确的方式 就是找她台湾的亲人的子女 来做DNA检验 所以我们就很快就找到她前夫的一个儿子 做了DNA比对之后 才确定这个遗难的死者的真实姓名 终于确认了屏东离港老干尸 就是越南籍的小美 但是她为什么遇害 警方赶紧联络她在越南的家属 来到台湾协助警方了解案情 她妈妈那时候 我带她到墓墓前面的时候 她的墓碑是礼物名寺这样子而已 到了她这个墓前面的时候 她马上就好像有一种 怕她不小心有那种 直接很感应的那种心情 马上就跪下来就淘楼大哭了 真的不敢相信 远嫁到台湾的女儿 怎么变成了一具干尸 说什么都要见小美最火一面 就在火化的时候 奇怪的事又发生了 在火化的过程当中呢 就又有蝴蝶飞过来 很明显就有蝴蝶飞过来 就不会飞到那个 就是一直都在火化的 而那个蝴蝶的骨灰的旁边 就都在旁边摔 旁边摔都不走 小美来不及跟妈妈说声再见 如今这些蝴蝶 像是在代替小美和妈妈 到底不一样 她是一个乡村的小孩 小美 对 她甚至很照顾她的娘家 所以她在台湾的婚姻 跟她在台湾的生活 她赚蛮多钱 她都会寄回去越南的家里 向盛的小美总是时间一到 就寄钱回家 两段失败的婚姻 没有让她对人生绝望 只是她得用她的方式 赚钱回家 那这样她的工作 本来就比较特别一点 她在哪里工作 她一般都在小赤部工作 女性如果没有求生能力的话 一般就是会往小赤部或是酒店 那种比较特别的场所去 就因为小美工作的关系 交往也就复杂 有没有可能是感情纠纷 前夫 交往过的男朋友 警方都得一个一个清查 小美妈妈告诉警方 女儿每一笔会管子烙 就当在清查的时候 让侦办远景看出了不寻常 曾经有清查到小美她已经过世了 这个命案已经过世了之后 还有人匯款把这个钱给寄到小美她家 她们还有收到300块美金 对 然后名义是小美匯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对 因为根据发现师傅往前推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9月底 那怎么会10月有收到会管 人死了 怎么会钱 这太不合理 马上调出会款资料一查 调出了一个小美的男友阿正 她为什么要替小美会钱 她对案情知道多少 人会是她杀的吗 找她来问个清楚 其实阿正在小美的身上也是 投资了不少不少钱 那时候小美曾经跟阿正提出要分手 要离开的这个情形 使阿正她心里不平衡 会不会是郎友琴魅无意惹来杀鸡 阿正避而不打 警方把证据摊在阿正面前 有入境境记录 知道小美什么时候进入境 飞机到台湾的时候有打电话 回她家里报平安 之后就有一通电话 跟阿正联络 一回到台湾 阿正是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见到小美的人 这已经够可疑的了 阿正却一样选择沉默 这时候检察官端出了阿正的就医记录 终于击溃阿正 逐了将近两名新房 我问她说 是不是你把小美干掉 我就用比较通俗的 她就说对 把小美捧在手心呵护 以为自己也是她的唯一 谁知道小美早就有了别人 事发那一天 阿正在小港机场外 等小美从越南回国 对她而言 她也在等一个交代 车子一路开 开到了离港大桥梯方边 小美用她最习惯的计量 安抚着阿正 故意要避开话题 就在两个人叫在堤黄那边 就做一些等于说亲密的行为 就是意思要故意把这个话题避开 但是阿正还是一直追问 不死心的阿正打破沙锅 问到底 这一问惹恼了小美 小美也豁出去了 小美不但跟她承认越南有老公小孩 还跟她承认她要去家 她在家里有做她的 甚至还承认她要搬去家里了 要跟她分手 那这个 这个大概就是 已经 就是连挽回的机会都没有 路火中小的阿正越想越不感心 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我 我付出了这么多的感情 然后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 跟这么多的金钱 甚至我也没什么钱了 后来她其实确实是没什么钱了 对啊 然后所以你 你又这个时间要跟我分手 我想任何 就多数人会认为说 你可能是把我炸光了 发现我没钱了 然后你才要再跑 所以就顺手就这样恰她 就一直恰恰恰到她 断气没有反应 这一掐 掐断了两个人的情分 也让阿正成了杀人凶手 沉寂两年的案子 因为一通报案电话 有了转机 遇害后流浪在外的小美 也终于可以回家 每个人都不得了 通常都不得了 还有小美 好好对 感谢观看